娱乐转圈圈 可昨晚也因为这个身份 翻车了 在最近参加的一档节目里 当女嘉宾聊到自己很能熬夜时 张萌为了证明自己也很能熬 说自己会在凌晨3点发工作信息给员工 然后在清晨7点起床 问为什么4个小时了还没回信息 说真光看文字就能带入作为张萌员工的窒息了 早上7点 别说员工没醒了 就算醒了 你期望员工能回你啥呢 达到你期望的有内容的反馈 你是要员工4点起床就加班吗 如果就是糊弄学的经典回复 好 想也能想到 这肯定不是你期望的答案吧 自然这番发言激起无数打工人的愤怒 精早意识到自己发言失误后 立刻道歉了 U1S1这个节在态度上至少蛮好的 只是这评论 好像不是很能接受啊 一不过呢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盗窃了 就在三天前 这位姐就在微博上公开提问 啥是十周作为青三选手罗伊州的老法 在自家艺人比赛期间 带头引导给艺人组CP 这无异于在秀芬的竞技点上疯狂蹦荡 看出蒙姐是真的不懂秀芬的世界了 果然被罗伊州的反黑战给放 那还成了有害信息 于是他又用山伯作为道歉 事情才暂时告一段落 一周之内更准确点 是三天 三天内 就因为开卖之前的口无遮拦 道歉两次了 然而 只要关注他的就知道 这两次 绝不是ending 举忍不住 想替路人问问 这是他第几次 因为说话不过脑道歉了 如今若要盘点一个 靠 浪简一翻红的名单 张萌必须放上有名 出场上节目 就为自己找演员的发言 就立住了女制片人的人设 之后出如安家里 因为张成成的人设太差 没人愿意演 只能制片自己上 类似势力 又让他制片人的一面 更立体了些 所以至少他在 浪简的前一两期 对他的路人评论 多数都是正向的 这时候因为一些 言语不妥的盗窃 大家也基本能接受 比如在一公舞台 结束后的拉票环节 一句只有我们 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看到的 才是乘风破浪的简介 让人觉得 这是在 拉踩其他组的简介 于是 道歉 道责一能进 黄胜一分道一组 主动提出要标海盆英时 又被止步考虑到 其他队员 再次道歉 可这时大家对他的评价 也多数是抱着宽容的调侃 更早之前 因为在虎呼 宣传 安家直播时 被人误以为 是另一个张萌 在一个 质疑他整容的留言下 回复又被 正主直接开思 是否是在 内涵自己 于是又又又 道歉这次评论 更是几乎一边倒的 方腔塔 认为他不用道歉 可之后的画风 就不知不觉走偏了 8月因为吹剧上号 忍不住 发微博 Jazz0有有 一句选角色 我也是有底线的 又让不少人觉得 这是把对角色的愤怒 上升到真人了 随后意识到 自己发言有问题后 道歉 说自己 是因为追剧上套 智商变临这次 可没前几次 那么宽容了 有人直接指出 他发言有问题 更有人指出 他相同的剧情 平凡上演到最近 更是秘之 操作越来越多了 作为主持人 在红毯上 问穿着礼服的艺人 要求加微信好友 那不是闹的吗 那是礼服 不是牛仔裤 谁带着手机走红毯 当杨幂 对这个艺人就是杨幂 表示自己 没带手机时 他还当着镜头 要杨幂 给自己微信号 可以明显看出杨幂 在要听到他的请求后的 一瞬间慌乱 幸好对面 有足够经验 很快把场面 圆了回来 这次虽然没道歉 可也发了篇两人 加上好友的微博 算是对自己红毯上 不合时宜行为的回应 有人说他这一通口无遮拦 在道歉的行为 是为了热度 不无道理 虽然在浪解 是以制骗人的身份 吸引了关注 可之后的一系列行为 更像是一个 因为综艺再度翻红的艺人 以他八月离开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